朱威潘 朱威潘与词 郭炜 朱威潘 朱威潘 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信条》 T-Nits 诺兰炙手壳的新片 一个商减的世界 一个时光倒流的世界 让我想起我曾经所思索过的 如果让我穿越回古代当皇帝 我会愿意吗 我想了想 有利的方面有很多 锦衣玉食 无上权威 但同时又因为没有现代工具 没有网络 没有手机 更别离快递 如果说我想要了解 最新的边境的军事情报 我需要派人快马加鞭 即使八百里加急 也要恐怕一个星期才能看到 再转眼看看当下 信息的传声 传播以及吸收 借助互联网的帮助 无论是谁 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到 最新 最快 最完善的信息 现如今 每天都有四千个新APP上架 八万多条威震公众号文章被发布 四亿人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 在中国人平均每天看 七年二十小时手机的今天 我意识到 信息就像浪潮一样 涌入了我们的生活中 在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以及便利之中 我想 其实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滴水 被推动着 被影响着 也在影响着彼此 但是一滴水 在面对一片浪潮的时候 究竟是随波逐流 被动地接受这些冗余 吵杂的信息 还是作为一个主动者 积极地筛选他们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让他们为自己产生价值呢 我想 肯定是后者对我们更有帮助 我有一个同学 在这方面就保险得特别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手机锁屏上出现 叮 我用账 您的一百元优惠券已到账 或者是 你还不知道吗 这样喝水少活十年 这里无关紧要的消息 可见 他对推送的管理意识非常之强 只让他认为有用 有价值的信息 出现在自己的眼睛里 而避免 被这些无关紧要的推送 而打扰到自己的生活节奏 影响到一天的思绪 临睡前 他的手机就进入到了 设定好的免打扰模式 被放到一旁 我想 在这个今天 人人都用牺牲睡眠 来换取屏幕时间的时代里 实在是非常难得 要知道 短视频 电商 以及及时通讯的数据都显示 晚上21点至23点 是用户最为活跃的时候 然而在这个时候 无论使用什么电子产品 不仅对睡眠质量 有着严重的影响 也让劳累历天思绪 暴露在信息的海浪之中 影响第二天的状态 我觉得我的这位同学 做得其实挺对的 想想看一天里 人们会因为各种平台的推送 通知 而变得习惯性地拿起手机 解锁 低头看上一会儿 加之 自媒体的短篇幅 以及通俗一种的特点 让用户脑中的多巴胺 不断分泌 在一次一次的下滑动作中 陷入信息的泥潭 然而选择性地接受有用的信息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便可以使我们 在信息的浪潮中 站稳脚跟 做回自己 但是想到这儿 我有一个疑问 电子产品 难道它被设计出来的初衷 就是让人们暴露在 如此庞大嘈杂的信息流里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另一种模样 应该让人们更高效 更快速地学习 用电子产品作为生产力工具 然而只有在这一点上 在筛选冗余信息的基础上 保持批判性的态度 以及掌握使用的技巧 才能够最大发挥它们的价值 不过先让我来讲讲 我是如何意识到这一点 以前 我对微软Office的认知 不过是Word PowerPoint和Excel 三大家常办公软件 但是上了高中生活之后呢 我接触到了Office 365 这一整套一系列 互联的软件生态 这使我意识到了 电子产品 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使用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学习工作 比如说SharePoint 它可以让多名成员 在同一时间编辑同一份文件 极大的方便了 课上的短期作业 以及小组报告等活动 Teams 聊天软件 它不仅可以聊天 还可以帮助整个班级 管理自己的分发的资料 作业等等 让极大方便的老师的工作 疫情时候的想到同学们呢 就在Outlook上规划一个在线视频通话 几分钟便可以 召集我可爱的小伙伴们 一起来视频相见 由此可见 利用好一整套互联 分工明确的软件生态 确实让我的学习生活 体验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 我便开始在生活中 关注大大小小 有趣并且实用的硬件和软件 像是Notion 一款文字编辑软件 你说它的无线阶层 很适合做电子笔记 但是因为它强大的团队合作 以及不同的内容展现形式 又让它方便了项目管理 以及个人规划 微软的开源项目 PowerToys 能让用户在有限的屏幕空间里 创造出无限的布局可能 这些软件呢 都是以生产力为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当然我非常欣赏 但我更欣赏呢 不仅仅是软件或者硬件本身 更是无数开发者 在背后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才让电子产品 以生产力工具的形式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但是环顾四周 我发现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充分利用 他们手中的电子产品 并且虽然说我们看起来 花费很大量的时间 在手机电脑上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不了解如何截图 连接投影仪等 非常基本的操作 更是有人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 根据媒体的推送 通知 深线信息的泥潭中 无法自拔 迷失自我 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 想要帮助他们摆脱信息的泥潭 真正用电子产品作为生产力工具 来帮助自己 提高效率 所以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就在19年年底成立了树 MassGNTech这个组织 致力于让人们发现 电子产品为作为生产力的一面 至于为什么要起树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的字意 其实和技术的树 简体字是一毛一样的 但是繁体字的树呢 它由技术的树 加上行动的型组成 所以我们就来将它理解为了 将技术复制行动 这不正和我之前想说的 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人们 更好地利用电子产品的初衷一致吗 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段旅途 从学校为单位开始 我们在每天的程会上 向大家展示简单易懂的快捷键 像是沃尔里面的文字居中 缩镜等操作 让大家日常的电脑操作 可以更快 更顺手 经过疫情的洗礼 我们的团队成员要重新规划 分工了以后 开展了术 编辑精选 生产力指南 以及MIT日报等原创栏目 致力于在用短篇幅的画报形式 来向读者阐述 电子产品中种种的小技巧 包括软件的推荐 电子习惯的养成 以及很多不为人知的捷径等等 这些内容都是在为我们的读者考虑 让他们在信息的浪潮里成为一个独立者 来迎接这嘈杂的信息世界 比如说这篇由Charles G同学所撰写的 在特殊时期我这样高校学习的文章里 我们就通过分析在线学习 工作生活中 心境 环境 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 加之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还有如何规划自己的一天 来让我们的读者展示 如何在特殊时期调整好自己 更好的数字生活 在同样的疫情时间里 我们也不忘与读者进行实时的互动 比如说在Teams的年级讨论组里 我们每天就以问答的形式 来向读者提供一些生产力的 方便的讨论 这是我们不仅在内容输出的同时 也在学习着彼此 比如说切换窗口的快捷键 在数成员给出 是Windows下Alt加Tab Mac下是Command加Tab之后呢 我们的计算机老师 也给出了Linux下的解决方式 那就是Alt加上任务栏上窗口的位置 就在这样一季一季的讨论中 我深刻地体会到树的精神 就像浪花一样 像周围扩散 凝聚着我们学校的这个小团体 9月份新生入学 我们也不忘与他们进行科技研讨会 将会他们如何使用Office 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工具 来方便他们的学习 虽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 做面对面的线下活动 但是从他们的反馈中 我可以感到 我们帮助他们的 不仅仅是让他们更方便 更快捷地了解到 电子产品的操作方式 更是点燃了他们心中 对生产力的认知 驱使他们在未来 作为一个主动者 学习者 来探索电子产品无限的潜能 总而言之 树带领着一群人 向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就像一群小小的浪花一样 汇聚成一朵惊涛骇浪 向周围的世界扩散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We are no longer in a world of information We are in a world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希望屏幕前的你我 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